任牙第一次和女友约会 竟然被人打劫钱包 可下一秒 不愧是犯马勇次郎的儿子 这逼都让他装完了 经历过一场闹剧之后 任牙和烧江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夜晚两人走在河边 任牙不弃勇气拉住了烧江的手 两人勤到深处 不由的深情地拥抱在了一起 可正当任牙激情热吻时 怪人斯派克竟出现在两人的身后 而任牙早已发觉到异常 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手 看着任牙凶狠的眼神 斯派克慌了 刚要攻击却被一双大手捂住了嘴 花山将斯派克带到一处公园里 看着花山魁梧的身体 斯派克表示正合他的胃口 两人也不废话上来直接开干 斯派克一脚将花山踹得鼻血狂喷 然而面对斯派克的偷袭 花山却一脸淡定 只见他脱掉鞋子 然后将西服全部撕碎 露出了他那剑瘦的身体 而花山背后的刺青 正是他们家族历代 头目相传的侠克里 相传在花山家祖 事业花山极平年幼的时候 一位侠克从盗贼手中救下了家主 而他自己却被盗贼乱刀砍死 然而年轻的花山 看着背上的侠克里 却表示非常不满意 于是他孤身一人杀到了敌对帮派 仅凭一己之力 就将帮派上下近100号人全部解决 而他背后的侠克里也终于完成 斯派克猛地冲向花山 对着花山的面门 就是无情的三连击 紧接着他用手 按住花山的脑袋向后猛冲 直到把道边的路灯撞倒 看着蹲在路灯下的花山没了动静 斯派克抄起路边的长椅 就向花山的头顶砸去 遭受如此重击的花山仍旧毅力不同 反而让他变得更加充满斗志 看着花山身上散发出的强大斗气 斯派克也扔掉了手中的武器 开始模仿起花山的动作 他打算使出他的避杀技无呼吸连打 此刻两人散发的杀气 令周围的空间都开始扭曲 下一秒斯派克便发起了攻击 狂风暴雨般的拳头打在花山的身上 面对如此密集的攻击频率 让这个硬汉也只能不断的向后头 终于花山扛不住了